Lenix brings the drums in it I can't take no loss I don't even know what it costs I hit the ground then I go off Yeah hit the ground then I go off Yeah I can't take no loss I don't even know what it costs Yeah I hit the ground then I go off Hello大家好 歡迎來到布萊恩的世界 我不是布萊恩 我是這次來代班的宇鎮 因為布萊恩他剛好去旅遊了 今天就由我來代班 帶大家看這一次 香港加德2023的台北精品展 那他的展覽時間是3月11號到12號 都在台北富邦仁壽的 國際會議中心大樓 他是在B2 一樣都是不用這個門票的 大家有興趣的話 歡迎在這禮拜的6日 也就是3月11、12號來到現場 來觀展 也很難得啦 就是這一次加德香港一樣 非常願意帶這個非常頂級的大作品 來到台灣跟大家做分享 那我也相信大家會非常喜歡這些 一些很厲害的頂級作品 接下來呢我就會帶大家導覽 然後由他們加德的 這些現當代的專家Vita 來跟大家做分享跟導覽 好我們就直接進去看看吧 OK那我們現場直接邀請到了 我們香港加德的現當代負責人Vita 來跟大家現場直接介紹 第一件作品 朱德群的作品 哈囉大家好 就很高興今天跟宇鎮一起來看我們的御展 那這一件朱德群的作品呢 它是我們這次拍賣的封面作品 那這件作品提名叫做輝煌 創作於2004年 是朱德群履髮50年的一個 極大成的代表作 那這件作品我覺得它有幾個重要的特色 第一它尺幅很宏大 然後第二它集中了朱德群在各個藝術不同階段的一個精髓 像比方說朱德群它在5060年代當中的繪畫呢 它是比較著重在書法線條上的表現的 那你在這張畫的背景處 你可以看到那種黑色的書法性的線條 這樣一揚頓挫這樣中橫百合的揮灑 這樣的書法性的結構是體現在這張作品當中 再到70年代呢 朱德群的創作當中是很注重集中式的光源 有一種戲劇性的光感 這樣的這件作品呢 它有別於以往你印象當中的朱德群 常常大家印象當中朱德群的作品就是 藍綠的用色比較多 然後而且它光源是比較集中在中心的 那這件作品它就是另辟蹊徑的跳脫了這樣的規則 你看到它的光它是從左上到下面再到右上 它這個光就是有一種多元閃點式的光斑 那構成了一個很像一個圓形的這樣的一個循環 帶有一種生生不息的生命力的感覺 那朱德群曾經是說它希望它的作品透過這種色彩跟光線 帶給大家一種就是生命的激情跟活力的感情 朱德群當中最著名的也是這種寶石光嘛 你可以看到這個厚疊的黃色的油彩上面有很多方形的色塊 就很像一個滾動的寶石 那或者是說像夜空當中綻放的那個煙火的那種情感 這個黃色彩當中疊加的這些用色呢 讓我們也聯想到就是歷代文明的一些輝煌的一些黃金的工藝品啊 還是一種歷代那種輝煌璀璨的一種象徵吧 這件作品完成的年份呢也是朱德群在國際生育最好的一個時候 因為它是1997年呢獲得了法蘭西藝術院士的那個勳章嘛 那2001年的時候又接受法國總統的授勳 授與了騎士勳章那2004年是一個蠻特別的年份 那在這個年份呢中國跟法國訂定了一個文化交流年 朱德群被中法兩國都認為就是一個世界瑰寶級的藝術家 所以他當時就請了朱德群在世界五個地方辦理了一個巡迴的展覽 那這件作品是在被受邀在那個當中其中的一個 法國的一個藝術中心展出的一件作品 那作品也體現朱德群當時一個非常輝煌自信的一個人生的狀態 那就呼應這件作品的題名 就是我們這次的封面作品 那也希望大家到現場來看 OK 你為什麼會想要挑這張當主視覺 主視覺嗎 因為第一個剛剛提到說有別於一般朱德群 對大家印象當中的那樣的形象 然後第二個就是朱德群他在明年呢 他可能會在中國美術館會辦理一個大型的個展 那所以這一次我們也很榮幸的收到這件作品 那也是一個很重要的代表作 所以就把它當為封面 OK 好 第二章我們來到了趙無極的作品 那趙無極我相信大家大部分的人應該都聽過這位藝術家的名號 那我們今天有很幸運的可以到現場看到的徵集 那我們也請Vita來特別介紹一下這件作品的來歷 這件作品呢其實就是在我拍賣的生涯當中算是蠻特別的一件 我是在2010年加入拍賣公司的嘛 當時第一次去美國拜訪一個廠家 就在他家裡看到的這件作品 那我也沒想到13年後我們可以再拿到這件作品上拍 所以算是一個蠻特別的一個機遇吧 然後趙無極這件作品創作於1962年 那其實在60年代趙無極本身已經非常的成名 他當時代理他的畫廊是法蘭西畫廊 法國的法蘭西畫廊 那美國是庫茲畫廊 那庫茲畫廊是什麼樣的概念呢 他是當年代理必甲索的畫廊 所以算是一個很權威的一個代表吧 那他就他們兩個畫廊就協同把趙無極推向國際 為什麼大家在我們這個年代 因為趙無極已經過世了 所以你可能很難想像他當時是多麼的有名 那你就把他想成現在的草菅迷生好了 草菅迷生現在就是世界巡迴很多大展嘛 那全球有90間的美術館 都有收藏草菅迷生的作品 包括龐碧都啊 大都會啊 但是你要想趙無極這個已經過世的藝術家 他全球有129間的美術館收了他的作品 甚至是高過草菅迷生的 所以你就可以想像他當時的那種事業成就 一種光燦極致的一個程度吧 那這件作品他是60年代的創作 也是趙無極在市場上最被追捧的一件 趙無極呢他就是把中西的兩個文化的精髓 融入在他的作品當中 那他自己非常喜歡中國的青銅器啊 書法啦這些元素 那在這當作品當中 你可以看到他用的是那種青銅器的那個銅綠色 跟大地的這種核色的色彩 還有大海的這種藍色 那這當中你可以看到他很強勁的這個大筆刷嘛 刷出了這片藍海 那在當中這個黑色的線條呢 就很像帶著那個書法的筆封 那線條有一種躍動奔騰的感覺 那從下往上往中心這樣進發 那在這個構圖上面呢也是比較特殊的一件 它是山脊式的構圖 這樣從中間往外擴散的山脊式的構圖 只有集中在趙無極1959到1969年 不到20件的作品當中 所以這件的構圖形式是非常強而有力 又非常算是很稀罕的一件作品 那這件很多人都說在趙無極的作品裡面 可以看到龍捲風啊氣旋啊 這件作品就是一個比較典型的象徵 那我自己覺得是很像 蛟龍出海飛騰升天的一種 這樣的意象性的想像 那在60年代的時候呢 趙無極也是說 他的創作已經如入無人之境了 就是技術上對他來說一切都不是問題 那他就是想要表現這種 眼睛看不到的東西啊 生命之氣啊 風的運動 那這件作品就可以說是 就是他這一個很好的一個表徵 是 他這時候也是把狂草書法 融入到抽香畫裡面了 對啊 嗯 所以是非常強勁 然後很多細節的一件作品 OK 非常美麗 我覺得這一件作品是 跟你們在圖路上面比較 跟那個螢幕上面比較 然後我再到現場看其實是 差距滿大 現場真的要到現場看那個 氣勢啊 然後機理跟他的這些顏色 其實才看得出來他的厲害之處 當然我們從螢幕上面看到 已經是厲害的大作了 但是如果現場看到的話會更厲害 OK 接下來來到這一位藝術家 大家應該也都非常熟悉 從去年底開始到現在啊 基本上全世界都在談這一位藝術家嘛 尤其他的年紀也非常大了 然後LV這個大品牌也非常夠意識的 幫這一位他們長期合作的藝術家 持續的在全世界各地辦大展 跟各種裝置性的藝術嘛 還有各種聯名商品 那今天來幫我們介紹一下 這一次啊 我覺得非常特別 而且他們這個整個設計也特別有巧思 請Vita介紹一下 這件作品呢 首先可以看到我們在外框的打造呢 特別做了一個 跟圖片裡面南瓜相似的一個造型 那希望就是透過這樣的配合呢 帶給大家來現場觀展一種驚喜的感覺 這個框是你們特別去做的嘛 對 特別請人手工雕刻 花了兩個月的時間 我必須要強調 其實我看了蠻多 草菅米森的南瓜的原作嘛 不管是從美術館 或是到私人藏家裡面 那基本上還沒有看過這種框啦 所以他們真的是非常有巧思 而且真的不是草菅米森他自己本人做的 是家庭拍賣他為了這一件大作 然後他特別去把這一件作品的外框 再去特別做一個設計 其實整體效果是非常非常好的 那再請Vita特別幫我們介紹一下 這一次南瓜的主題好不好 草菅呢 其實南瓜是它一個很象徵性的母題嘛 它從1940年代就一直不斷的繪畫南瓜 到現在都是一個很標誌性的象徵 那因為他是十歲的時候被診斷出有精神觀能症 會有幻視跟幻聽 那幻視跟幻聽你想像其實是一個很恐怖的事情 你會聽看到不同的幻覺 聽到很多東西對你說話 那在這些幻視跟幻聽當中呢 草菅自己曾經說過 南瓜是一個特別溫暖的一個意象 他說他第一次看到南瓜 是在祖父的那個種子喵鋪場 然後看到一顆人頭大小的南瓜 開始對他說話 然後他覺得南瓜這種 渾圓的大肚子胖胖的 有一種很溫暖的感覺 然後每當他就是覺得很悲傷啊 失望的時候就去看看南瓜 然後他就會覺得很開心 就很像太陽一樣帶給他很多的力量 所以他就不斷的描繪這個南瓜 那剛剛宇正也提到了就是LV的聯名商品啊 他最近三月中剛推出了也是一系列以南瓜 當作一個素材 就是一些商品的展授 所以在這個南瓜當中呢 他有用各種不同的顏色去描繪這個題材 那最經典的還是這個黃黑的配色 那在這件作品我覺得蠻特別的一個是 他有別於一般那種很胖的南瓜 他把南瓜抽高拉長了 然後讓他整個身體佔據了整個畫面 好像頂天立地一樣 帶有一種擬人化的一種想像 草間其實沒有透過任何三圍的那種立體感的處理 只是透過平面的這種圓點大小的分布構成 那造成一個南瓜這種前後的立體感 那個瓜瓣一半一半的外放的這種立體的感覺 我覺得是相當厲害的一件 你們這一次草間的作品其實還不少 那有機會的話大家一定要到現場看一下 不管是香港還是到台北這一邊 那這件作品呢其實他在土路上並沒有呈現這個外框 其實也是到現場 我也才發現說 哇!竟然有這樣子的東西 所以大家一定要到現場來看御展 好!接下來的作品一樣是草間彌生 但是這一件作品呢 它是相對稀有也相對少見的一個題材 我們一樣請Vita來幫我們介紹 對!剛剛宇貞提到說這個主題是非常罕見的 草間畢生到現在只有不到20件的 畫煙徽剛這個主題 而且這件作品呢 它是體現了草間彌生從1981年開始有10年的時間 他就是以這麼小的尺寸創作了一系列的小型的繪畫 大家知道其實作品的畫布越小 其實越要精密的去計算整個構圖啊 這些形式的一些細節 其實是更加有高難度的 然後煙這個主題呢 草間彌生他剛到紐約的時候呢 他曾經說他覺得紐約跟東京很不一樣 他就是說路邊很多人站在路邊 然後手點的香煙 然後空氣中充滿一種自由的氣息 所以這個香煙呢 其實跟這種自由的氣息啊 或是說一個思考過程 或是說今天在點燃的時候 一種時間的流動感是很有關係的 所以他就把這個東西結合在一起 創作了這件作品 那這件作品其實你也可以看到它 結合了無線網無線點這些比較經典的元素 那很特別的是這件作品 全部都是用黑白的配色 那在這個黑當中 那在這個黑當中 你又可以看到不同的黑色的 敏度跟彩度 其實有點像中國墨粉五色的概念 然後可以看到它在早期一筆一筆細緻的描繪的一個過程 那是相當難得小中見大的一件作品 其實用草間彌生現在的市場來看 幾乎都是無線網系列跟南瓜系列 它的價格是非常非常高的 可是像它早期這種系列 老實說它仔細看裡面的這些點點跟它的無線網 其實都是有的 只是後來發展出來 可能它變成南瓜變成無線網 所以早期這種系列價格來說的話 也都可能還沒有追上無線網 或者是南瓜嘛對不對 然後它的尺幅也相對小 我是覺得還蠻值得可以考慮跟觀看 如果是你想要入手草間彌生 但是比方說南瓜跟無線網都太貴啊 然後你追不到的話 像這種我覺得可以關注一下 因為畢竟它的價格 目前看起來是相對低一點 然後它又非常繡正的一件作品 OK 下一件作品也是目前啦 在全球甚至卡曼界或是日本 都非常知名的一位藝術家 叫做Mister 就是潮流漫畫卡曼類型的藝術家 我們一樣請Vita來介紹一下這件 我覺得目前在拍場上相對難得的作品 Mister他是開開Kiki 村上龍的那間畫廊代理的藝術家 然後也是村上龍最為欣賞的其中一個旗下的藝術家 村上龍曾經說過他第一次看到Mister的作品就驚為天人 有一種被震撼到很像看到戈雅的畫的那種感覺 因為他就是把人性當中很微妙的一面表現出來 那為什麼會這樣說 其實Mister本身就是一個宅男 那他宅男很喜歡打電動 又很欣賞那種宅男女神嘛 那種對於日本那種萌啊可愛的少女的那種迷戀 然後他自己也很喜歡看漫畫 然後他曾經說過他高中的時候一直到大學 他的家裡的牆上都掛著是魔法小天使的一個海報 那魔法小天使講的其實是一個少女 就是一個平凡的那個高校生 然後他有一天獲得神力 蛻變成一個神女的一個這樣的故事 那他就覺得說在漫畫裡面他受到很大的激勵 因為人嘛都有一種想要蛻變升級進化的一種渴望 那所以我覺得他從漫畫裡面找到這種力量 那所以他在這裡面呢他也是畫了一個 穿著制服的那種高校美少女嘛 這種制服啊白襪啦然後非常的長髮 其實都是很符合宅男的審美 當中不太一樣的是他的動作 他的動作是蠻特別的他好像在施展一種魔法 這件作品可以看到Mr.非常的用心的畫了非常多 各式各樣的食物甜點 那這些食物甜點呢就很像你在高中時期 你放學下課會去吃的各式各樣的東西 那這樣的東西很高熱量 但是他同時也帶給你就是一些快樂的感覺吧 是 他就讓你陷入一種對於高中青春時代的一種回憶 然後他像是在施展一種魔法 所以你看到這些東西全部都脫離地形引力飛揚了起來 然後還有這種回旋的星星 其實你不管是從魔法少女啊 或是後面的美少女戰士這些日本的卡通 你都可以看到這樣的一個表現 所以他這些構圖呢其實都是有根有圓 然後就源自於日本漫畫的這種提取的這個靈感出來 然後他又是用當代的方式去詮釋去表現 那又很貼近我們的生活 那所以也是為什麼他在近幾年這麼受市場追捧的一個原因 是他目前不管是在一級市場還是二級市場都是一畫難求嘛 聽說Vita真劍也是真的非常辛苦 然後你在一級市場你要從開開去畫廊去買的話 你也是要排非常久的隊 對 很多都是像我就有聽過商家他是 錢已經簽覆了三年四年了 最後他畫是過了三年四年之後他才收到他的那個幫他創作的作品 所以Mister他的紅的那個程度真的是非常高 對 而且這件作品非常多的細節 像這個遠看這個背景其實他是好像是白色 但是近看他時帶點粉色 對 然後各個物件呢其實他都畫得非常的用心 所以是很耐看的一件 是就是裡面的這些甜點基本上 小點或者是餅乾啊都是我們會吃的東西 對 而且牌子也都是剛好是我們這種年代的人啊會去 就是看到就很有熟悉度 對 所以他的廠家可能也都相對年輕一點點吧 是的 好接下來我們講到這一位藝術家是中國當代非常知名的大咖藝術家 其實成名非常久的叫做周春陽 我相信很多人也都聽過 那他的桃花系列應該也是非常知名的大作啦 一樣請Vita幫我們介紹一下 周春陽呢他其實就是以綠狗紅人桃花這三個主題 還有山石比較出名 那當中大家最喜愛的呢就是這個桃花的主題 那桃花是他從2005年就一直創作到現在不斷的一個題材 那這件作品呢他是提名叫做龍泉山的小路 那在桃花裡面呢有龍泉山入題的這一輩子到現在只有8張 那這一張是尺寸最大的一件 它是達200x250公分所以氣勢非常磅礡 那在這當中呢周春陽自己曾經說龍泉山的桃花 跟一般浙江江南的桃花不太一樣 他覺得江南桃花是比較柔美的 但是龍泉山桃花是很煉焰很奔放的一種熱情的一種展現 他是說他是2005年的時候跟妻子一起去爬這個龍泉山 然後看到遍野盛開的桃花就感覺到生命蓬勃的那種張力 所以就畫下了這件作品 那在構圖上面呢這件作品也蠻特別的 你可以看到他是一個全景式的構圖 有別於一般周春陽很聚焦的定點的在局部的桃花的展現 他空間層次三景分明 前中後一直到遠方的遠山然後還有天空 那可以看到一隻斜向的桃枝從右到左橫貫道整個畫面 然後一個是往朝天發展一個是上帝深入地下 所以就有一種不同方向性的一種筆調在裡面 那當中可以看到煉焰奔放的桃花 然後還有那種很狂野的那種激情的一種生命力的展現 就是那種桃紅柳綠的那種奔放的一種情節 所以也是很值得現場來感受一下的一件作品 其實他的顏色啊或是題材啦 不管怎樣都是非常討喜的一件作品 然後大小老實說非常大 可是也沒有大到說沒有辦法掛進去家裡的那種大小 所以大家可以來現場看看這一幅周春陽的桃花的大作 因為畢竟他的桃花的大作其實也不多對不對 對要齒幅那麼大然後又是剛剛說嘛 只有龍泉山只有這六八件 八件作品真的是非常稀有 好接下來這一位藝術家一樣是非常知名的藝術家 他叫做吳冠宗 那他應該是跟前面兩位朱德群跟趙武基算是同學嘛 那我們一樣請Litta來介紹一下 他們兩位呢就是除了同學之外 他們都曾經獲得法蘭西藝術學院的院士 鄭他們是唯一獲得這個獎項的三位傑出的華人藝術家 那吳冠宗跟趙武基朱德群比較不一樣 前兩位都是比較抽象的路線嘛 那吳冠宗基本上是寫實的 特別是寫生的這種感覺 他自己說他是走遍天下搜盡奇風打草稿 所以他就是把他筆下腳下所見 心眼中所見那種精彩的世界 凝結為他的創作 那這件作品他是在完成於1963年 在這一年份的時候他到了浙江銅爐去寫生 那浙江銅爐有一個非常出名的景點就是復春江 那像元代皇宮望也是畫了復春山居圖嘛 對 目前在故宮嘛 對對 就是以復春江這個景點來做畫 那吳冠宗呢他就是空前絕後 他用了六張齒伏一模一樣的畫幅 然後去用六個角度去表現復春江的景色 那在這六張當中呢 其中的一張復春江上打漁川 已經納入了上海中華藝術宮的收藏 那這一件是流傳在外的五件作品之一 那另外兩件也曾經上拍過 然後有一件是去年拍了三千多萬港幣 那這一件我們的估價是八百萬 那這件作品我覺得構圖上面非常的巧妙 它是承襲了南宋的馬遠下龜這種下半邊馬一角的這種對角式的構圖 然後在這個構圖上面你看到兩棵斜上生長的大樹 那這個樹呢又帶有一種擬人化的情感 左邊這兩棵你可以看到他們兩個互相依偽在一起交織在一起 就很像夫妻樹的那個概念 然後右邊這個呢就是獨立生長的嘛 就是有一種人格化的投影 那這件作品取名叫復春江之城 你可以看到就是有城啟在洗衣的這個富人啊 然後還有遊船啊遠航的這個漁船 然後還可以看到就是早春的時候那個枝牙枝葉 剛發出綠牙的這樣的一個樹上的情境 然後我覺得最精彩的是它在這個枝葉上面的描寫 你如果近看的話你可以看到這些樹枝的顏色變化是非常的豐富的 然後它的枝幹的下筆是非常自信有力的 那也是它常年這種寫字啊鍊字的一個功力的展現 當時 胡冠中也是把復春江的一個地形地貌的特色融入在裡面 大家是說古今加山水唯有推復江 然後那也說是兩岸夾江中有沙洲 那它就把這種兩岸夾江沙洲的這種地形地貌也融入在裡面 那我覺得是一個帶有人文情懷 然後很耐看的一件作品 其實像這種 比方說你是知名題材加上知名畫家的大作 基本上它們都很有可能是博物館等級的作品 對像它也已經算是 目前少數流落在外的這個題材了 所以我覺得這件無關中也算是非常重要 對而且它上一回在市場上現身是23年前 23年前啊 對所以也很榮幸就是拿到這件作品 真的花了很大的力氣 OK 好下一件一樣是無關中的作品 但是年份稍晚一點 那一樣請Vita介紹一下 對這件是完成於1996年的作品 可以看到跟前者是有一個蠻大的分別 前面是比較寫實的一種展現 那這件作品是比較寫意的 它融入了一種對於抽象美形式美的一個探索 那這件作品的提名叫老重慶 那重慶這個地方呢 對無關中而言是別具有特殊的意義 它一輩子曾經畫過13張重慶的作品 那它自己就說重慶就像它的第二故鄉一樣 那因為它在杭州藝專學習的時候呢 藝專因為對抗日戰爭的時候 曾經學校南遷嘛 當時學校南遷就遷到了重慶 就它在青春時期在重慶住了一段時間 那後來人生大學畢業之後第一份工作 也是在重慶大學建築系擔任助教 那在重慶住了五年的時間 那也在那邊就是認識了它的太太朱碧琴 然後所以可以說它的青春時光戀愛婚姻 然後事業的成長都是在重慶 所以它對於這個地方特別有情感 那在這件作品當中你可以看到就是 海天連成一色啊 就是環抱這個重慶的這個山城 在山城的處理上面 它非常厲害的就是指用了這個色彩的交疊 這個色彩筆觸的層次的一個處理呢 讓你感覺到就是很參差的這個防射的這種表現吧 那吳冠中也說就是美就美在零次截筆跟層次錯落之間 那或是說它在這個作品當中也融入一些水墨的情韻 它特別是這個黑色白色彩的使用 就有點像把中國的墨彩跟西方的色 顏色 就做一個色墨交融的一種感覺 那這件作品很特別的是它不是說很具象的去描繪房子 像房子的輪廓線都是消失的 特別是在遠景的部分 但是你就還是可以感受到那樣的意象嘛 對我覺得是就是大師很厲害的地方 那當中這些彩色的色彩呢 躍動在裡面它又有一種很像帶有一種希望的光彩 也很像是每家每戶點燃的那個燈 就是帶有一種對於未來的一種希望感吧 我特別喜歡這個河流的處理 這個是非常有機理感的去塑造那個海波浪的層層的那種動感 然後還有漁船在遠行的一個感覺 整個是很有一種動態的發展的一個感覺 是很有趣的一件作品 然後也是曾經在1999年 吳冠宗在中國美術館的展覽當中展出的作品 兩件作品都是來源有序都被收入在他的拳擊裡面 是 吳冠宗像他這樣比較晚期的作品 就相對抽象一點點嘛 其實我覺得還蠻好玩的 就是你可以看一個藝術家的脈絡 比方說從早中玩 然後他有持續的一直在進步 那像那個年代吳冠宗也是受世界影響嘛 然後我開始去畫他一些相對抽象的東西 但是其實他還是在畫老重慶嘛 就是他其實是具象的 我覺得整個搭配起來還蠻好的 以個人的觀點來看 我相對喜歡這種抽象一點點 不過就是每個人的喜好不同 大家都可以來現場看看 你喜歡的是比較具象的 還是比較喜歡抽象 這是加德都有呈現出來 對 好 接下來這一件作品是王淮慶的大作 三連屏嘛 對不對 詞幅非常非常大 我們要拍攝全部進來也是非常辛苦 那王淮慶我記得是吳冠宗的學生嘛 剛剛前面也有 那我們一樣請Vita來幫我們 特別介紹一下這位作品 這件作品呢 它叫做天宮開悟 是王淮慶一個很特殊的一個系列 王淮慶他自己說 這是他第一次 將中國的一部書名引入話題 那可能天宮開悟大家 就有點陌生 他是明代的宋應新 是一個科學家 他把就是各式各樣的一些生活的技術 實用的技術教你怎麼樣造紙 然後打磚 然後砍柴 就是一些生活上的各式各樣的技能 然後融入在那本書裡面 類似百科全書 對 大家說是明代的百科全書 王淮慶覺得這部書是一個很有趣的書 因為裡面全部都是人作嘛 那但是他書名曲叫天宮開悟 他是不談人作談天宮 然後不談造物談開悟 其實就是有一種對於萬物自然的巧妙的 這種造化的一種詮釋吧 然後他覺得這個就是一種 中國的智慧的一個精髓所在 然後他很喜歡這樣的概念 所以他當時做了六件的天宮開悟的作品 那這件作品如宇正所說的 他尺幅非常的宏大 他是200層350公分 那也是在天宮開悟裡面 只不最大最磅礡的一件作品 那在這當中呢 我覺得他非常的大膽 他已經完全捨棄了形象了 以前的民視家具 你都可以看到很具體的一些屏風 椅子這些實際的物體 那這件作品在這個環節呢 他進入到一種更抽象 更圖樣式的一種表現 在這個他其實只使用了黑 褐色跟白色這三種極簡的色彩 那在黑當中呢 他非常厲害的做出很多不同的層次 像這裡呢 如果是來現場看的話 應該是可以看得出來 這下方有一座山脈的一個線條 這裡有一輪很像太陽的東西 其實天宮開悟還是在談 雖然是人是創造性的 但是還是要順應自然 所以他把這種人跟自然的關係 這種好像天人合一 或是對於自然的一個尊崇感 是表現在這個畫上 然後左半邊你可以看到 就是這種旋轉的大筆刷 帶有一種方向性 然後有一種很奔騰的這種感覺 這種氣韵的流動 那在這個筆刷的方向性呢 也可以看到他跟中國書法的一個連結 那他就是把黑色這種各種不同的表情 有的是很張揚的 有的是很內斂的 各種不同的情感 都聚集在這件作品當中 那在這件作品當中呢 白線呢 他是左右橫貫在整個畫布嘛 你可以看到他這個 這些有一些方形的這個結構 斷斷續續的 他其實是把 民視家具當中的一個 準毛的結構 來做一個轉換 那這個民視家具他不用任何一根釘子 只透過這種結構性的一種處理呢 讓這些家具合在一起 那他就是抽象性的把這個 卡榫的這個結構就放在這裡面 所以做了一個這樣很抽象性的一個展現 我自己覺得是一件很特別的作品 那那個中國很有名的藝品家賈方舟 他也說這件作品是王華慶 就是里程碑式的一個創作 是 相當的特殊 非常的宏大 真的要來現場看 才可以感受到這件作品的 氣韻跟大氣 嗯 好 我們來到最後一件作品 是蔡國強的大作 我相信大部分的人應該都聽過這一位 中國最知名的報復藝術家 應該算是全世界最知名的 對 OK 那一樣請Vita來特別介紹一下這一件作品 這件作品呢 他提名叫結構 那非常的特殊的點呢 是這件作品是在拍賣室上出現最大尺寸的彩色火藥畫布的作品 那一般大家對蔡國強印象 他都是在紙上做爆破嘛 那這件作品的材質比較特別 他是在畫布上的這樣的處理 其實也可以看到一個藝術家不斷的在進化的一個過程 因為早期的畫布作品 他可能在保存上面有一些既定的難度 但在畫布上面就沒有這樣的問題 那這件作品曾經代表蔡國強在他兩年前在北京故宮 還有上海浦東美術館辦的一個 遠行與回歸的大展當中展出 然後這件作品是他一個比較特別的計畫叫做一個人的美術史 他透過這個計畫 他在全球六間知名的美術館去辦大展 那他展覽的內容呢 是跟館內的館藏最重要的作品去做對話 有一個東西之間的對話的感覺 那從他的角度再去重新看大師經典的作品 再去提出自己不同的詮釋 那這件作品他對話的主角呢 是有現代主義之父的賽上的一個聖維克多山 那聖維克多山是賽上的故鄉嘛 那也是他畢生一直不斷描繪的一個主體 有一個聖山的概念 那其實賽上在現代主義為什麼重要呢 因為他提出了一種不同觀看的方式 他覺得所有世界上的一切都可以被化為圓柱圓錐圓球體 所以他是用這種結構性的去看待眼前的世界 那蔡國強覺得他提出了一種對觀看的一種自由 打開了這種原本的限制跟想像 所以這件作品取名叫結構 其實某種程度也呼應賽上的一個觀點 那種構成主義的感覺 那他當中呢提取了聖維克多山 那原本創作裡面就是有黃色藍色跟褐色彩這三個主色 那就用這三個主色的這種彩色的火藥去做爆破 那在這個爆破裡面呢 你可以看到就有一個山脈的形象 就是從下往上成一個S型 或是說像中國水墨書的枝字型的構圖 有一種視覺上向上的延伸的一個動感 那蔡國強自己是這麼詮釋 他覺得說這個很像閃電 有個像閃電的造型 然後也有那種龍飛騰升天的一種想像 所以是一個非常有神秘性的一個 帶有一種神秘性色彩的一件作品 那當中我特別喜歡的是這些這些線條的處理 他這個很多就有一種線條 一種對於動物性的變換當中的想像的空間 像這邊就好像有一個飛鳥的感覺 對那還有剛剛他自己提到的就是龍的這展現嘛 那整件作品就是非常的彈簧很大氣很宏偉的一個感覺 火藥這個材質呢也本身也很特殊 就是作畫其實是相當理性的過程 每一個線條你要布局在哪裡是一個藝術家的理性 可是火藥卻又打破這個理性 因為他在炸開的時候就會讓線條再往外的噴射出去嘛 其實他又有一個不確定性包含在裡面 就是說他同時包含了這種理性感性 一種不確定性的一種變動感 那所以也是蔡國強非常難得的一件作品 那他像致敬賽上呢他曾經有三件作品 是以這個主題都是畫賽上的聖維克多山 那這三件當中有一件是已經納入了北京家的藝術中心的收藏 那這件作品是唯一一件展現這個聖山全貌的一個創作 另外兩件都是比較局部性的處理 所以也是非常難得的一件 然後又是這三件當中唯一的彩色火藥化 那蔡國強的市場當中呢 在過去這三十幾年出現的彩色火藥化只有三件 那這件作品是當中尺寸最大的一件 另外一件是那個垮腹追日 是我們兩年前拍出的九百多萬港幣的一件 也是很重要的早期的代表作 是是是是 蔡國強的這種爆破藝術 基本上是世界獨有了 真的非常非常厲害 我也相信 大家都很常聽到這一位藝術家 那從小到大可能我們美術課本啊那些其實都有看過 但是我們也比較難去看到他現場的大作嘛 那這次剛好如果來到嘉德御展的話 又來到台北就是可以看到這麼大尺幅 然後又這麼稀有的這一件作品 我覺得非常難得 那也很高興今天Lisa可以特別幫我們做 這一次的導覽 從朱德群趙無奇烏冠中 甚至是草間迷生Mister 到最後的蔡國強這些藝術家 那我們當然還有很多作品沒有介紹到 那也非常希望大家可以來到現場 來觀看這個嘉德的台北精品展 當然可能沒有全部作品都來 可是呢也是很有誠意的帶了大部分的作品 那所有的精品跟大作 全部都有帶過來 像我們這麼大尺幅的 王懷慶跟蔡國強其實都有帶過來 非常感謝Lisa 好謝謝 謝謝 好最後的最後我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這一次看到我最喜歡跟最愛的一件作品好了 那就是這一次的這件趙無奇的無題啦 這件作品是他1962年的作品 那如果大家有聽我的podcast頻道叫做義式的話 應該都會知道我是非常喜歡趙無奇的一位 一個人啦 那我自己可能也有買他一些小東西 可能類似版畫的東西 所以趙無奇對我來說我是特別特別喜愛 當然他的原作我目前是碰不及的 然後這一件作品呢就是在我圖錄上面 在網路上面看到的作品 跟現場看到他的肌理啊 跟顏色啊那些是完完全全差距非常大 現場看這件作品 他的這些構圖跟顏色真的是非常非常棒 而且他這種有龍捲風的那種感覺 然後他的細節那種狂炒書吧 感覺我覺得都很man power 就是我自己是非常非常喜歡啊 如果我真的有錢的話 我會希望來參與這一檔拍賣的話 這一件作品應該是我會第一選啊 我自己想要去競標的一件作品 在這一檔拍賣 好啦那也歡迎大家在3月11號跟12號的時候 來到富邦仁壽國際會議中心大樓的B2來看 香港加德的台北精品展啊 非常推薦大家一定要來到現場 因為這一次我們只是挑出一些重點作品 給大家來觀看而已 但是呢如果啊你們要看到全部大作的話 其實有非常多的驚喜 有非常多我們沒有介紹到的作品 大家可以來到現場做觀看 那如果大家來到現場的話 一樣是注意一下我們台灣人的禮節 不要就是做一些預舉的動作就好了 因為畢竟啊這些大作都是有價位的嘛 所以大家來到現場一定要小心 然後遵守一下他們現場人員的規範 應該都可以展逛的非常的愉遇啊 非常輕鬆非常的愉快 好非常感謝大家的收看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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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聲 好